大家好,那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讲新闻类APP项目设计 好,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节课主要讲的就是 对首页、首页、首页的一些文档的一些图层设计规范 还有一个编辑规范 包括到整个页面的一些布局 还有布局的尺寸的一些定制 怎么去确定这个尺寸的整个这个大的一个东西 我们先讲一下 那下节课主要是讲一些首页的细节是怎么去做的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这里我要大概的跟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 最好去用快捷键 尽量是记住所有的快捷键 这样你操作期待会比较方便一些 效率也会更高一些 而且在那个同事面前或者在领导面前 都显得会比较牛逼一些 以后对你的升线呢 还有那个加息呢都会有帮助的 这是题外话 但主要还是为了效率更高一些 好,我们今天做的是在那个iPhone5的这个尺寸下 来做这个讲解的 好,那640,1136,T12,RGB的 好,首页确定,Index,我们先保存一下 好,那很多人可能是一拿到这个东西的 不知道怎么入手 那我个人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方法 好,可能也未必是完全正确的 反正张晓龙也这么说 他也自己都觉得不是完全正确 以后肯定会更好的发展出来 嗯,但是录像来说 我觉得还是心之有效的 就是先把产品经理或者是项目经理 或者是交易设计师啊 他们做好的那个圆形啊 啊,拉到我们的页面这边来 好,然后呢 拽到最大的一个宽度 好,那这样的话 你就很清楚了 一目了然能看得清楚 呃,首页这需要有哪些元素啊 它的布局是怎么样的 当然有一些产品呢 它的习惯是从上到下 慢慢做一个做一个做 呃,最后也能够把它做出来 但是相对来说 效率我觉得会稍微低一些 嗯,好,那我们是假设 我们这个项目 它的所有的细节产品里面的布局 都已经清楚了 也基本清楚了 而且还有一些小问题 我们就先忽略掉 啊,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做这个首页的 好,那我还是建议用快捷啊 快捷键啊 U啊,接完到图形这边来 铺底的时候 我建议还是用那个 用图形工具来铺底 好 状态栏 状态栏 iPhone5的通畅的高度就是 那个 40像素 640 40 Ctrl A 选一下 好,锯中 切换到 移动工具 锯中 好,40个像素 放大 好,拉下来 好 好 那其他的呢 工具栏 导航 导航 Banner 这边呢 烤一个图层下来 好 好 好,这边有一个 边线 不要掉 去掉它 大概的 先这样呢 有一个 有一个位置嘛 像一个位置 然后呢 把底铺出来 好 再按 Alt 复制一个图层 好 为什么要这样复制呢 我觉得这样呢 你高度已经确定好了 是吧 你宽度已经确定好了 这样 这样移下来的话 相对来说 不会左右移动 好 关了这个部分 这属于他的 好 这个属于他的 就是新闻列表 那个部分 好 状态栏 导航 工具栏 导航 导航 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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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好 好 简单的高度 我先给他 先拉一拉 哈 内容部分 下来一点点 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好 保存一下 那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布局的话 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定下来了 那这个高度是多少呢 他们 他们的确定他们高度的依据是什么呢 这个可以这么说 对有些刚刚接触 一个项目的的人来讲的话 可能还真的是把不准 到底是多高才是最适合的呢 对不对 有些人觉得这样高一点好 有些人觉得这样低一点好 那所有的判断呢 就只能是 那个依据你自己的个人直觉 但是直觉到底是理性不理性的 对还是不对的 但是当然 这个到时候是由决策者去 决定这个合适还是不合适的 但是在决策者还没有给出意见之前 你应该给他们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你到底是 应该是什么样的依据呢 那我这边有一个比较土的方法 但是呢 也还是还是蛮有效的 在你心里都没有数 在你还没有办法入手的时候 我建议是 你还是把那些著名的 而且已经是被认证过 是成功的一些产品拿出来 去做一个比较 或者是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从上期节课已经了解过了 我们大概会选定是红色 然后呢 更多是参考今日拖条 还有搜房 还有就是腾讯新闻 这几个比较大的一个产品 来做我们的依据 那好 那我现在把我现在想要 那个参考的这几个界面呢 先把它拿出来 先把它拽到我们这个界面来 这个是今日拖条 那这个是 腾讯新闻 这两个图层 把它追到最上面 Ctrl Shift 括号 括号 一到最上面去 Ctrl A 全选 集中 好 垂直也集中一下 好 这个尺寸也是按iPhone5的尺寸 来做的 640x1136 把这两个关掉的话 好 大概就可以这样确定了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今日拖条 跟我们现在所要做的 这个楼市拖条 其实是非常相近的 这不是行业不同 还有一些细节 我们不想跟那个 今日拖条完全一样 但是呢 在一些大的一个把握上 其实还是 有点是参考像今日拖条 想做今日头条里面的一个 细分领域的一个 那个 翘除 想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一个 房产信息的行业里面做一个 头条 那好 我们先把辅助线拿下来 好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大概要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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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了 好 好 导航 好像感觉有点意思了 好 很接近 慢慢的高度已经确定下来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奔的图的话 这净的拖条没有 我已经想好了 大概参考这个 新浪的 新浪的 也是非常牛逼的一个 一个产品 移上去 啊 好 好 拉下来 这些基本上就 啊 高度呢 就按照 啊 我们认为是 目前市面上比较牛逼的一些 产品的高度来做了 好 刚才状态栏 这个是固定的一个 40个像素 我们把它 啊 拉好 好 好 诶 这个 还不算太集中 是不是高 宽度有问题 不对 这条线没有把它去掉 0 好 好 那这些虚 这些辅助线呢 都已经做好了 那现在接下来就是 啊 把这些铺底的这些工作 啊 给它做好 那这样的话 你到时候到后面的话 你做起来的话 你整个模块是一块一块的 哎 这样会整理起来 会比较方便一些 那 整理方便呢 我们后面呢 还有会有一个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 返回啊 好 拉到一样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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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最好是精准一点 到时候你要做对齐啊 或者是做那个 嗯 居中啊 还有垂直啊 水平对齐的时候 会比较标准 好 颜色吧 把它分一下 会比较容易区分 不然老觉得很乱 按住Alt啊 按住Ctrl 然后点这个图层啊 因为我们第一个选择的首要的那个 优先是图层 直接去选 下来一点点 斑的部分 好 内容部分 再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好 基本上它整个布局的 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可能到了设计的 中间的部分 你还会是调它的一个尺寸 还会调它的整个高度 但是目前我们现在一个按照 按照这个依据的 我已经把这个暂时先定成这样子了 觉得还是算是比较OK的 但是这种东西 设计的东西就是 边设计边调整的一个过程 到最后一个环节 还有一个细节的调整 还未必是最完整的 那编剧是多少呢 你也可以参加人家精子头条 把它先拉出来 M 选择这个 拿一下宽度 大概就是30 宽度是30 那宽度30 左边肯定也是30 30看一下啊 W W 好像是31 31 31 一个像素 好 先拉上来 30 好 左边的 好 右边的编辑确定了 好 状态栏 好 攻击栏 好 导航 那整个这个首页的 大概的整个结构就基本上 已经定出来了 那接下来要做的话 就是进一步的 让整个 布局更清晰一点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子 你每个页面 每个页面的 每个每个模块 最好把它组成一个组 因为你 你到时候肯定有很多的文件 你这图层啊 你没有办法 说 边做 然后边再整理这些图层 我现在先把整个所有的图层 先把它规划清楚吧 到时候看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 好 好 我刚才是按了Ctrl G 然后把这个组合成一个图层组 最好是明明清楚 以后你会更方便一些 好 这个是 什么呢 状态栏 好 这是这个图层 我再看一下 好 Ctrl G 做上一个组 这是工具栏 Ctrl G 这是导航栏 好 这个是笨的部分 Ctrl G Ctrl G 这个是新闻列表 好 好 那这样的话 管理起来的话 就会比较 比较比较方便一些了哈 你在图层一来一去的 也会也会更加顺手一些 那铺这个底级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还是以后 我们比如说在这里 不管是做什么 不管是 比如说你这个如果要做背景也好 你这个要做背景也好 你这个要做其他什么样式的一些背景啊 你都可以把背景直接铺在 我们刚设定好这个布局上面 然后呢 给它剪切蒙版 这样的话 就不会溢出去了 我们举个例子 这样会比较快一些 好 然后呢 Ctrl Alt G 好 这样奔了的话 变起来就会做起来就会比较方便的 当然这个呢 开直直奔的部分 那其他像这些部分也同样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好 那今天这几个呢 我们就简单的说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将对整个页面的一些细节的设计 包括到Icon呢 包括到那些新闻列表那些设计呢 做一个展开